現在我們到哥特寶了 已經是下午了 我們剛剛坐了五個小時的火車 屁股快爛掉了 現在要去飯店 check in 這個是我們在哥特寶的旅館 我們用的是共用衛浴 所以只有床而已 然後外面有一個小陽台 我覺得還不錯 他們那裡好像剛結束同志大遊行 一個人都拿彩虹國旗 超酷的 還有人畫彩虹霜 前面那些人在抗議 不知道在抗議什麼 那些警察比較抗議的人 一看就其他人 對啦 我們現在到這個好像叫做科羅納要塞 以前是堡壘 我們到了 前面就是堡壘 那邊好像可以俯瞰整個哥特寶 我們到頂端了 下面就是哈嘎老城 全部都是紅色的烏瓦 這個好像就是在說 它的設計很像胸膏胎石 這個以前是要防禦丹麥人的 我們現在要去哈嘎老城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唸 H-A-G-A 老城 拍一個清楚的給大家看 這裡就是哈嘎老城區 感覺真的很像一個小漁村 我自己感覺啦 我以為哈嘎老城的街 會是那種真的像老城區 會那種街很小 結果想不到還蠻寬敞 寶真的是同志村耶 你看連兜兜都要 不可能這樣子 還有想要嗎 辛苦你了 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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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感受一下這個氛圍 真的很清顯 我自己覺得 現在有一個窘境 我找不到要按哪一個 才可以過這個馬路 欸 可以了可以 奇蹟啊奇蹟 大家我們到這個魚市場 呃 魚教堂 可是它在裝修 不然裡面本來是可以吃新鮮海鮮的 這樣子看 魚教堂比較明顯 我也覺得比較漂亮 不然外面現在都在施工 有點臭 大家有聽得到這個風聲嗎 現在真的是北歐風耶 北歐風 潛硬梗 大叔笑話 這個雕像也太可愛了吧 我們現在要去吃 一間韓式料理叫做Yummy 我們點了一個海鮮拌飯 一個大草年糕 然後一個雞給 牛肉的雞給 好 年糕我覺得蠻好吃的 有辣 然後這個海鮮 我覺得也不錯 蠻清甜的 跟大家更新 真的超爆好吃的 不然飯真的超爆好吃 因為外面真的很冷 然後現在全部我們點了三個都是辣的 這樣剛剛好 那裡有一群人 不知道為什麼西班牙區是不是 北歐超不大的 現在晚上九點多了 我們要回旅館了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要去哥特寶的植物園 今天天氣陰陰的 希望等一下會出太陽 前面就是植物園 可是我們現在過不去 我們到了 左前方就是 大大的標誌植物園 應該吧 我們進來植物園了 好大喔 大家看得到前面那個好像是 那個花的種子在飛耶 你怎麼說 棉花是不是 大家我抓到了 棉花好可愛喔 阿藤類植物 噴咧 這個Maggie來應該都知道是什麼 什麼話 對 我們到了其中一個的植物園 超漂亮的 只是超多蜜蜂 我們現在有點害怕 我最喜歡這個 這個最漂亮我覺得 紫色的 不知道是什麼花 大家 我覺得這個最漂亮 我改了 我們到了竹子區 很難漂亮的耶 我們要到日本區了 這個好像是小橋流水人家 自己說 日本的還要再走一下 所以我們就停在這個 Dark Garden 看到用木頭做成的花圈 好強喔 這個花圈竟然是 韓國人設計的耶 真靈的芬多金 植物園 拜拜 我們要去動物園了 我們到動物園了 這裡有一個湖泊 超漂亮的 那裡有鴨子在睡覺 超可愛的 OMG 這個好漢坡 要去個動物園 還要爬這個 難怪北歐人會這麼瘦 我們到了小孩子動物園 那隻羊 那小妹妹在餵的那隻 超可愛 好可愛的那個小羊 真的超可愛的 好可愛的 這個妹妹是獅子王 哇 哇 第一次看到雞在飛耶 小時候不是都有那種豬如兔嗎 然後養起來都超大隻的 牠還特地寫 Only for the animal 是多怕人家走進去 超可愛 這裡有超小隻的羊 這隻羊是在等大家跟牠拍照啊 結果沒有人要拍 大家都在拍小羊 老鼠區 小老鼠大小你喜歡的 超小的 真的 超小的 我們來到馬區了 這裡可以騎馬耶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這個馬的話 要2到13歲 小孩邊騎邊哭不知感恩 牠不要騎可以給我騎好不好 我真的好想騎 一個很違和感耶 鴨子跟梅花路一起住 這個住超大 剛剛大姐說 怎麼會有好多大便 結果是豬 那姐你的同伴咧 等一下會不會有一隻鹿突然衝出來啊 鵝鵝鵝 取向向天歌 這個動物園還有一個小瀑布 到海豹區了 好可愛喔 在水底下 這裡還有兩隻 牠翻舟舟耶 牠們這幾隻海豹是從不同國家來的 然後牠們還有自己的名字 這個動物園太大了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應該就是看運氣 看自己會看得到什麼 這個動物園我真的給100分 真的太酷了 真的很多動物 雖然我們很多動物沒有碰到 可是真的我覺得非常值得 而且又不用錢 這個動物園我覺得他們很好 他們就是為了不要讓我們看起來真的很像動物園 就把動物關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面 所以他們的地都把它弄得很大 有時候會找多動物 對 這個是唯一的缺點 動物園掰掰 我們現在要去吃午餐了 我們午餐剛本來決定要吃早午餐 所以我們來吃這間貝果 我點的是薰鮭魚 大姐點的是 番茄乾跟羊乳酪 開動了 我們到了那個搭郵輪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去哥特寶群島 然後就要先坐輕軌道 然後再轉搭渡輪 渡輪就在這個港口搭這一站 我不知道怎麼唸 SKA開頭 我們要去的那個Vrango島 是要搭281 我們到了 光港 周小島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要去哪 就跟著前面這群人一起走 給大家看這裡的房子 他們的草子都自己整理得很好耶 這是他們其中一家的玻璃屋 超可愛的耶 他們裝飾什麼的 這也太可愛了吧 這阿祖馬 他們的每一家的裝飾都還不錯了耶 我們來到小島 算是小制高點的地方 就這樣 超漂亮的耶 我們到小島的制高點了 帶大家晃一圈 那裡有人在生活 大家有看到嗎 哇 我們要返程回渡輪口了 忘記跟大家說 搭這個渡輪來這個小島 你只要買 我們在哥特寶的24小時 而且就是交通卡 就是免費的 小島掰掰 我們現在要搭輕軌回去了 這裡是哥特寶的大廣場 左前方那一個是 哥特寶的市立美術館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 吃一家海鮮餐廳 這間咖啡廳就是網紅推推的 我們點了一個魚湯 跟一個海鮮餐 這個是魚湯 這個魚湯超多料 這個肌肉是比歷史的比較好吃 然後這個蝦子 這個超多 我們要一個一個剝 應該要剝到腹 店員很遠跑 還是我們一個蛋糕 大姐現在在倒這個水 因為我的蛋糕其實是要錢 我們吃飽了 要回去飯店了 大家晚安 我要跟他做一樣的姿勢 我要跟他做一樣的姿勢 我要跟他做一樣的姿勢